我只有一次體會到 什麼叫做冒冷汗 也冒金星 那那天就是 那一次就是因為一個 就是在好像是在七 就是七 七月中旬 那時候開第一個冠狀 新冠肺炎的孕婦媽媽 半夜一點開 那在準備前壓力很大 然後開那個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是 可能他就已經確診 然後開完到大概凌晨三點 那你就很緊張 回家你也沒什麼睡 可是我早上七點 八點 有一個要做羊毛穿刺的case 大概睡三個小時就來 但是我那個藥會很規律地吃 可是我早餐卻沒有吃 我就來了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就跟我平常一樣 然後後來等到再要幫那個 媽媽做羊毛穿刺 我們技術員拿了超人頭 我就站在那邊準備要刺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眼睛是黑掉 對 就看不到東西 就花這樣 我那時候站著我就不敢抽 我說先等一下好了 夭壽 八人也不一樣 你一定沒辦法做 那時候我第一次發現這麼恐怖 然後後來就覺得人家冷氣 怎麼那麼那麼不良 因為你卻一直在冒汗 然後技術員就說你怎麼了 我說沒關係 我躺著休息一下 然後後來他們就讓那個孕婦 媽媽先躺 因為她是醒了也沒有麻醉 只是做一個預計做個羊毛穿刺 我就躺在椅子上面 然後後來大概隔了半個多小時 技術員說你要不要取消 我說我躺多久 他說你已經躺了半個多小時了 然後我就說後來就感覺好一點 因為有喝一點水 那個大概就比較好一點 然後後來就趁意識狀態又恢復了 就因為牙毛穿刺不會很久 大概五分鐘就做完了 我就把它做完 做完之後趕快吃一點東西 因為後面還有好幾 我說你後面先叫他等一下 然後就躺著休息一下 包含你的體力 包含你的血糖慢慢回來了 狀況才會慢慢回來了 降太低了